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画中奇迹》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天堂地狱的壁画盛宴 2.波提切莉·维纳斯的诞生,浪花中诞生的爱神 3.米勒十岁者,金色麦田里的心情身影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天堂地狱的壁画盛宴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意大利的肌肉绘画大师米开朗基罗 和他在梵蒂冈教堂后闭上的那幅让人目不转睛的剧作《最后的审判》 这幅壁画,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天堂与地狱的豪华巡礼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当时的米开朗基罗接到这个壁画的委托时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哦,最后的审判啊 那就来点大场面,让这些凡人看看什么叫做天上地下 我米开朗基罗独步无林 于是,他花了将近七年的时间,1536年到1541年 在教宗保禄三世的委托下,创作了这幅长13.7米,宽12米的壁画 当你抬头仰望这幅壁画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位裁决一切的耶稣 他的姿态强有力,似乎正用他的双手决定谁升天谁下地狱 而在他的周围,是一群肌肉线条分明的圣人和天使 他们或许在讨论着谁的腹肌更加完美 但这场盛宴的亮点,不仅仅在于那些天使和圣人的健美比赛 还有那些被打入地狱的灵魂 米开朗基罗在这里展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人体解剖的深刻理解 你可以看到,有的灵魂被恶魔脱拽 有的正在受到各种折磨,场面既惊心动魄又不是诙谐 有趣的是,米开朗基罗还将一些当时的教会官员和批评家的面孔 画进了地狱的场景中,比如他将教宗的礼仪大臣比亚吉奥达 切萨娜的脸画在了被拖入地狱的米诺斯身上 这位大臣曾经批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太过裸露 这种小小的抱负,也许是米开朗基罗幽默感的一种体现 总之,最后的审判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 它还是一个关于信仰、救赎、审判和永恒的故事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象征意义,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 这幅壁画就像是一部无声的电影 让人在观赏的同时,不禁对人性、命运和宇宙的奥秘进行深深的思考 所以,下次当你有机会亲临梵蒂冈教堂 别忘了抬头看看那场天堂地狱的壁画盛宴 感受一下米开朗基罗那笔下的神与魔的交锋 不过记得,别太入迷了,小心脖子酸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浪花中诞生的爱神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幅让人眼睛未知一亮 心跳不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这幅画作,不仅仅是一张古老的海报 它其实是对美的一次盛大颂歌 而且,说它是古代版的超魔出水芙蓉秀也不为过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画面 一位美丽的女神,就这么优雅地站在一个巨大的贝壳上 从海浪中缓缓诞生 她的姿态既害羞又自信 好像在说,嘿,看这个世界我来了 这位女神就是爱与美的化身 维纳斯,或者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迪特 波提切利在这幅画中展示了她超凡的技巧 她不仅仅捕捉了维纳斯的美丽 还捕捉了那个时代对于完美人体比例的追求 维纳斯的身体线条流畅 比例协调,就像是古希腊雕塑中走出来的一样 她的头发随风飘逸 四周的人物,风神和春之女神 似乎都在为她的诞生庆祝 但是,这幅画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 比如说,维纳斯站在的那个贝壳 你有没有想过那是多么不实际的交通工具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海边看到有人这样出现 你可能会想,哇,这是哪位环保主义者 在进行海洋塑料回收展示 而且,风神和春之女神的服装 那些飘逸的布料,真是太不符合实际了 风一吹,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走光瞬间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用现代眼光 来调侃古代艺术的小乐趣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其实是一幅充满象征意义的作品 它不仅代表了人类对美的永恒追求 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和复兴 这幅画作是对美的一次永恒赞歌 也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次深刻致敬 所以,下次当你在博物馆中欣赏这幅名画时 不妨想想,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被这样的美所震撼 同时也别忘了偷偷笑一笑 想想,如果维纳斯真的要在现代社会中找一份工作 他可能需要一个更实用的衣橱和一个不会翻船的贝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米勒十岁者》金色麦田里的心情身影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幅让人既感动又有点恶的画作 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十岁者》 这幅画作于1857年完成 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现实主义,顾名思义 就是要真实地描绘生活 而不是画些飘飘然的神仙美女或者英俊的骑士 米勒这位老兄 他可是铁了心要把农民的辛劳画到大家心坎里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 画面中央,三位女性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十岁 她们的姿态各异,但都显得非常专注和勤劳 这不是在做瑜伽 这是在为了生计而弯腰 这幅画的背景是一片广阔的麦田 远处还有些正在收割的农夫 但他们就像是配角一样,模糊而遥远 米勒这幅画的幽默之处在于他的现实主义 你看,这位大师不是画了一些穿着华丽的贵族在麦田里野餐 而是画了三位可能连午餐都吃不饱的十岁者 这幅画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工作是最好的减肥药 这些女性的身材绝对是农活锻炼出来的 但米勒的幽默不仅仅在于此 他还巧妙地用这幅画来批评当时的社会现状 十岁者代表了社会底层的人民 他们在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劳作 却只能失去那些富有农民留下的残余 这幅画的真正幽默 在于他揭露了一个不那么幽默的真相 社会的不平等 当然米勒的十岁者也是对劳动人民的颂歌 这三位女性虽然衣着简陋 但她们的姿态有一种尊严和美感 她们不是在等待救世主的降临 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生活 这幅画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 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总之米勒的十岁者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劳动尊严和生活的故事 下次当你看到这幅画时 不妨想想那些在我们生活中默默付出的人们 也许你会对它们有一种全新的敬意 哦 对了 如果看完这幅画你感到肚子饿 那也是正常的 毕竟谁能抵挡得金黄曼香呢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聊聊的三幅艺术作品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让我们看到了天堂和地狱的交锋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让我们感受到了美的奥秘 米勒的十岁者 让我们思考了劳动和尊严的意义 这些作品都是艺术的瑰宝 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这些艺术作品背后深层的意义和象征意义 可能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和探索 但无论如何 这些作品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 艺术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它能让我们思考人性 生活和存在的意义 现在 轮到你了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疑问 我期待着与你们进一步的讨论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